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耶稣说,听祂的话,就是听天父的话 我们有听从吗? 让今天4月24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听耶稣的话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一段圣言 若望福音第12章第44至50节 那时候,耶稣呼喊说 信我的不是信我,而是信那派遣我来的 看见我的,也就是看见那派遣我来的 我身为光明,来到了世界上 使凡信我的,不留在黑暗中 无论谁,若听我的话,而不遵行 我不审判他,因为我不是为审判世界而来 乃是为拯救世界 拒绝我,即不接受我话的,自由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说的话,要在末日审判他 因为我没有凭我自己说话,而是派遣我来的父 他给我出了命,叫我该说什么,该讲什么 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 所以,我所讲论的全是依照父对我所说的而讲论的 感谢天主 拒绝我,即不接受我话的,自由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说的话,要在末日审判他 今天,耶稣对所有基督徒说这些话 邀请我们认真反省 自己是否把他的话听进去,也按他的话去生活 的确,有时候我们虽然是基督徒 可以被祈祷闻 也会参与教会活动各种敬礼 甚至也在教堂做服事 但无论做事和对人 始终用世界的方法 没有真正把耶稣的爱活出来 诗问 有多少时候,我们听到有人在教会热心服务 换来的却是伤痕累累 或对教会的失望 比如说,在幕委会开会时 虽然大家都想为教堂好 但如果每个人对最重要的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 没有人愿意倾听,对话或屈服 最终,教会看起来将很像世界上腐败的政治一样 充满纷争和黑暗 难道我们不记得耶稣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吗? 再来,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要追求完美 要把最好的献给天主 便对自己和他人吹毛求疵 不容犯错 追求卓越固固然不坏 但如果这样的追求,使很多教友 不敢参与服事 或是在没有做到完美 被人挑剔以后,选择不再尝试 这是多么可惜的呀 难道我们忘了耶稣多么喜欢门徒给他的五饼二鱼吗? 当我们坚决让世俗的价值在教会内运作 却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在破坏团体 破坏耶稣想建立的天国时 请记得耶稣说 我所说的话,要在末日审判他 也让我们不要太过骄傲 以为赢得了世界 或在世界赢了,就一定赢得了永生 请品尝圣言 拒绝我及不接受我话的 自由审判他的 我所说的话,要在末日审判他 让我们也在生活中活出圣言 凡你要做的事情,先问问自己 耶稣如果在场 他会同意你的做法或决定吗? 最后,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当我因为骄傲和自以为是 而远离你时 请你教训我,为拯救我 感谢您的聆听 愿天主降福您平安喜乐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